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上周我们看到了 圣尊联生活佛台湾道场巡礼 来到了高雄的大义学会 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听 圣尊联生活佛当天精彩的法语开示 我那位孙子 Lady 他要到学校 他跟这个阿嬷 跟姨婆讲 今天可以不出门 阿嬷 从我就问他 你是哪里不舒服 身体哪里不舒服 他说不是我身体不舒服 而是学校不舒服 其实Lady 是很喜欢读书的 他也喜欢去学校 如果上学久了 他也是有点倦 师尊也是一样 天天出门 隔一天就跑一下分堂 礼拜六又要在雷藏寺做父母 跑分堂 刚刚开始跑几天 还觉得 蛮新鲜的 最后 我也是在讲 今天可以不可以不出门 是哪里不舒服啊 是分堂不舒服 不过 然后还有一点圣仪价值论 就是说 在我生命的 圣仪的时光里面 还是有这个责任 跟大家 说说法 让大家有所醒悟 刚刚写这个大义协会的这个计 这个写的时候是大 当然是大还是大 义当然还是义 那个血 脑筋一下子这个 一阻塞 就变成这个协会的血 大义协会 协就是那个 compromise compromise 就躲协的 躲协的 躲协的那个血 就是协生的那个血 一下子就写错了 写错了怎么办呢 还好旁边有一些比较有高智慧的同盟 就讲说这个协会啊 比协会还大 反正协会是综合所有的协会 才变成协会 两个都是协 声音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一个是鞋身 一个是鞋身 鞋身 鞋贵 差一个一跟鱼 差一个鱼啊 我这个糟糕了 我以前也是写注音符号的 鞋了半天还是这个鞋 跟那个鞋 还搞不清楚 实在是糟糕的 不过有一个学生 它是咒文 那么考试的时候考咒文 这个咒文题目是 巴巴的手 巴巴的手 这个应该讲起来是很好写 巴巴的手 巴巴把一个家庭靠他的双手 把一个家庭建立起来 巴巴是一家自主 他是作为一个家庭的模范 他的手把所有的小孩子都带大 这个作文非常好学 但是这个鞋生啊 咒文是零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 他写了文章 他看那个巴巴的手 把变成 巴巴的毛 那尸子也是一样 明明是大义学生的协会 怎么会变成大义这个 实力 协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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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意鞋怎麼會弄錯 巴巴的手怎麼看成巴巴的毛 糟糕透 可見這個 我們寫這個毛筆字 要稍微注意一下 寫錯了 沒辦法改 就這樣子 他們說呢 不會 我們以後協會會更大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中國總統 就跟國父講的一樣 國父曾經講 中國人像一盤善煞 國父講的中國人像一盤善煞 國父講的中國人像一盤善煞 比較不團結 但是我看別的單位也是不團結 同樣都是中國人 一樣都是不團結的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啦 無所謂啦 我們這個 人生也就是這個樣子 那樣高雄 高雄 高雄一共有幾個堂 四個堂 五個堂 高雄有五個堂 也有會嘛 也有堂也有會 也有協會 那麼其實平時啊 有來往的有多少 堂跟堂之間 都有來往啊 我們跟本師堂 秋上師 我們都那個什麼 大雄堂那個 鄧堂主那家 我們也都很熟 廣絕堂 胡堂主我們家也都很熟 男子童修會那個 年母法師跟年型法師 也很熟 所以我們知道很多同門 像是在他們那裡的時候 我們都有去做義工 那現在高雄不錯啦 那高雄沒有落單對吧 好消息 連生法王盧聖燕 將於十一月十五日返抵台灣 並且每週六在台灣雷葬寺 主持護摩大法會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主尊是搖石金母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主尊是蓮花童子 十二月五日 主尊是佛眼佛母 殊聖法元 請您千萬不要錯過 詳請請殿台灣雷葬寺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連聖活佛開獎六祖壇金時 天空顯現六祖雲銳像 傳授冰頭顱長眉尊者法 天空顯現長眉雲銳像 活佛說要在雲彩上加點顏色 隨手對著天空揮了其筆 天空的雲彩立刻產生了變化 為什麼連聖活佛盧聖宴 可以通天造化與天相應 一切的秘密都在連聖活佛盧聖宴的最新著作 天垂音響 詳情請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這也是自然的現象 不能怪眾生 也不能怪師父 也不能怪師尊 因為這個靈記的人本身來講起來 彈跟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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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怎麼樣子吧 都還是會有一些這個 離合的現象 夜量也不是完全不是炎的 這個初一十五不一樣 初一的時候夜量就是小一點 十五月亮就炎了 要完全圓滿 事實上在世間上也不太可能 世間也找不到圓滿的事 所以大家要有平等的心去看待 也不要有分別 為什麼呢 初一跟十五也不能有分別 因為畢竟還是同一個月亮 那麼要圓滿眾生呢 也是很困難 要啊 世尊知道的 所謂佛法 要所謂平等五分別 好像是一個口號 一個口號 事實上有分別 事實上人都是有分別 你修到大圓禁制 真正的大圓禁一樣的智慧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叫做平等無分別 只有那樣子的聖人 才能平等無分別 如果還是有分別的 可見他沒有修正到大圓禁制 那麼在密教的規矩裡面 他的立面 這個密教十四大戒 其中有一條 這個同門之間不能復收地 你要收地址 可以收外面的地址 好像是說 我們法師十年了 你們法師當了十年 就可以收地址 上師本身來講都可以收地址 但是呢 有一個規矩 就是不要收真佛中的地址 那就是第二代嘛 對不對 我們講得很清楚 千萬不要犯戒 你說 有一個同門 有一個同門 跟聯極上師很好 對不對 聯極上師是真佛中地址 那麼這個同門也是真佛中地址 但是他覺得聯極上師很可愛 他講話很頭顏 他又會這個扭來扭去 扭來扭去是 起零啦 起零 他又會唱歌 他又會彈吉他 我說這個師父才好 我要皈依他 這個同門呢 就找到聯極上師說 我要皈依他 聯極上師說 欸 這個女生也是蠻可愛的 二十歲啊 花樣年寡 就是這個青春又活潑 好啦 我就破例收了 這個就是犯戒的 要知道 這個密教師是大戒 同門跟同門之間 不能互為師徒 不可以互為師徒 聯極上師啊 他可以去外面度 很多的眾生進來 進來以後 他可以收地址 他收他為地址 就成為第二代 這個用公日 我們第一代的都用連花連日 第二代的用公 敬的公日 已經講過了 公什麼公什麼公什麼 是可以收地址 但是不要收同門 我不是 我是舉例喔 不是說他真的有收地址 不要誤解 不要誤解 所以這個戒律還是很重要 十四大戒裡面 密教十四大戒裡面 有這個戒律在 這個戒律主要意思就是講 傳承不能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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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正和宗的這個同門呢 他自己喔 他本人就是 喜歡當師父了 就開始收中國中的同門 做師父 然後另外呢 他弄一些新的這個招式 好像是說 這個 陳世太極前 後來又變成楊世太極前 楊世太極前 楊世太極前 以後變成什麼 孫世太極前 然後又分成什麼 哪一個是 有四個姓 正式太極前 有分成四個 本來太極前 這錢是太極前 四百多年前 錢是他創辦的 對於演了一場電影 這個太極張三昏 他突然間 這邊有時候 武當派的太極前 武當太極前 張鋒是武當派的 武當派太極前 就越分就越多了 就越來越雜 越來越混亂 師尊每一次打太極前 都跟所有 也不是前世 也不是楊世 也不是鄧世 也不是鄧世 也不是這個孫世 那將來師尊所創的叫 盧世太極前 所以越分越多 也是正常的啦 看起來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們學佛最重要 最重要一點 跟大家講 你是不是真的開悟 師尊開始給人家認可開悟了以後 以後很多同門都說 我自己也開悟了 他也開悟了 他也在 他一開悟 他也給人家認證開悟了 他也開始給人家 我一看 大家都在認證 我現在都不敢認證 他說 你幹嘛呢 大家都在認證 跟這花這個開悟證明書 印來一張開悟證明書 然後你錢多一點 我就給你開悟證明書 對我恭敬一點 對我錢供養多一點 我就給你一張開悟證明書 那這樣子就是 魚、木跟珍珠 就混在一起 我們今天 我今天要告誡所有的地 你要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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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珍珠 還是一目 還是一目 魚的眼睛跟珍珠是很像 外看是很像 是不是這個師父真的有真 是不是有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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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依照這個 如來的這個聖言諒在說法 好消息 聯生法王盧聖燕 將於十一月十五日返抵台灣 並且每周六在台灣雷葬寺 主持護摩大法會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主尊是 主尊是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主尊是 蓮花童子 十二月五日 主尊是 佛眼佛母 殊聖法元 請您千萬不要錯過 詳情請殿 台灣雷葬寺 049-2312-992 各位觀眾 法國的秀姬師姐 持續推動盧聖燕文集 努力不懈 現在又有了新的文集推出 密教大光華 當下的明燈 讓我們用行動來讚嘆 護持盧聖燕文集 法文版 詳情請殿 049-2312-992 大家必須要有智慧去婚變 你不婚變的話 這個鎖都會變成毛 鎖聲 學生的哈 舀飛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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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同的 看起來是很一樣 但事實上是不同的 這一點要大家 要分清楚 要分清楚 每一个人要有智慧 真的,智慧是非常重要 但是智慧,所谓的智慧 并不是说 你是这个master 你是data 你就是很有智慧的 那不一样 那是世间的专门的智慧 master,data都是一样的 世间专门的一种智慧 那么我们是这样子的 如何去断掉烦恼 如何去了生脱死 了生脱死 如何去见证佛性的智慧 这个是最重要 救度众生都是一种方便 最高的 你要见证到自己的佛性 见性成佛 这个是最重要 当然其中有很多是假 我已经讲过一个笑话 那个检察官抓到一个印钞票 你怎么印尾钞 他回答说 我真钞我不会印 他只好印尾钞 这世界上还有真就有假 所以你要认明哪个师傅是真的师傅 哪一个师傅是假的师傅 要认清楚 因为假的太多了 你不要以为像那个大师傅 大法师 这个大上师 这个大佛佛 这个大上人 哪个一定都是真的 事实上 不一定是真的 要看你啊 是不是真的有真货 现在我们去买啊 这个什么 做中国大陆啊 有什么山寨版的 台湾也当然有很多山寨版 这明明出来一个东西出来 他就会出来一个山寨版 那名牌的包包也有什么 秀水牌 秀水牌 秀水 秀水 彰化卯节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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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秀水 我以前那个女朋友他住在彰化秀水 秀水 秀水 什么路啊 我搞忘了 反正才是一号 现在不得了啦 现在秀水也变成很大 以前只有一条路 就是秀水 他就第一家 那位女朋友姓李 叫李毕 是国防医学院的 国防医学院的 秀水我不是讲 彰化那个秀水 中国大陆有一个秀水 有一个秀水 专卖那个帽牌的 所以称为秀水牌 还有还有一个叫什么牌 中国大陆有两个 两个地方专门在骂那个帽牌 真的跟假的非常的像 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一定要很仔细很仔细的 去分辨 去分辨 这个要靠什么 靠智慧 师尊已经讲了 你说 无所得 无所得 是一种 也是一种物济 金刚经里面讲的 那个 那个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得的是什么心 我在书上写 无所得心 就是无所得心 是一个证悟的境界 什么都没有也是 无我也是 无为也是 无相也是 无生也是 在上面 这个加起来 在上面 那个最高的智慧 是释迦牟尼佛悟道 在最上面 是 这个你们能够讲出来 我就知道 你们已经开悟无心 那师尊是知道的 释迦牟尼佛是知道的 无我 无相 无生 无所得 一切都没有 都是一个境界 最高的是什么 所以那个东西不能够显示 不能够见 不能够见